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牌部队这部剧对增强人的爱国情怀,有着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,顾腹教育顾一也,天塌下来,由高个子顶着,这种舍我齐谁,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的责任担当,英勇奉献军神,令顾一也在自我婚恋幸福和把自己奉献给阿秀母子中,忍痛割爱选择了后者,所以顾一也被排挤,被冷落,被惩罚,失去爱情,失去多数人的友情, 任劳任怨去承担各种重负,去经历各种磨难,苦痛,幸好,编剧给顾一也留下了一些温暖的情怀,心灵的慰藉,顾爸爸,编剧还为顾一也安排了事业的成功,让人觉得,好人有好抱他一切的付出得到了补偿,这两处安排,为顾一也的悲情色彩涂抹了一丝温暖与感动,值得一提的是, 肖战作为当红顶流话题影响力太疯狂了,真是让人望其向背,只要肖战代言的品牌,一场直播下来,观看人数都超过同龄的明星艺人直播,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,你做好自己就好,无论别人真实是什么样子,你知道就放在心底,没必要去大肆声张,作为朋友,你看清了一个人真实的样子, 就应该学会去尊重,而不是去接人家的老底,这样反目成仇,最终连朋友都做不了,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和生活态度,尽管你不认可,但也没必要去伤害,相互尊重,互不干涉,更是一种真诚,红红火火过大年,希望新的一年,肖战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交流更精彩